接下来的话就是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单次查询 单次查询部分呢再加进来 单次查询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刚开始就是直接先录制聚集 那录完之后的话 当然只是前面再加一个Input Box 让使用者填 可是现在不是要让使用者填 因为太多了 也许将来你有很多个业务 然后你可能需要快速的产生那些 它向对应的那个工作表 那其实我们只是需要把中间这一块 其实就是把这个X后面的东西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从清单里面抓过来 那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让它怎么样 让它P式跑 反正就是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用Input Box的方式 现在改成从清单里面抓 然后让它一样跑 跑完之后呢 自动的再帮我产生一个工作 一个新的这个工作表 然后换下一个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刚刚有 P式删除 P式新增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等于是P式筛选 那我们现在直接按下这个按钮好了 再按下去 你会发现 里面菜头里面就会有资料 小咪也有资料了 那你想说 这怎么做出来 对不对 其实就是刚刚站在 刚刚第一个基础之上 所以第一个 当然你就先要什么 先P式新增 这个P式新增是绝对必要的 For I等于第二个 这个指的是那个清单里面第二列 再到清单的最下面 先抓到一个 然后再P式新增 其实刚刚的部分呢 其实只是怎么样 For回圈 For Nets固定 只有什么 把刚刚那个Input Box 有没有 原来这后面是一个Input Box 把它改成什么 从清单里面取得资料 先丢一个 然后新增一个 丢一个新增一个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子 那当然第一个 这个 我会先call一个P字删除 为什么 因为我担心说 在P字筛选的时候 那已经有了 旧的 所以怎么办 先确定 把那个 从第二个以后的 全部都帮我删掉 所以我就先call P字删除 把他们先删掉 删完之后的话 做什么呢 一样 for I 等于第二到 有没有 就清单的最下面一列 然后一样就抓 接下来 其实这一段 基本上你可以 从头到尾 其实这一段怎么来的 其实你可以从那个 单字筛选这边 有没有 从头到尾 把它Ctrl C Ctrl C之后呢 直接怎么样 Ctrl V到哪里 在这里 贴上 贴上之后呢 当然 我们一样要先解决什么 缩牌的问题 先把它Tab 先Tab 这边 X这边也是把它Tab一下 那原来这个X是Input Bus 可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改成什么 从清单里面抓 所以从清单里面抓 这个地方 把它注解好了 注解一下 留下来 那X等于啊 从清单里面抓 所以啊 你可以怎么样 清单里面的哪一个 点什么呢 Sales 刮符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栏 因为我清单里面 我是放A栏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会先抓到什么 抓到第一个 有没有 应该你了解这个意思吧 然后再做什么 再去查 查完之后呢 其实这边条件应该都不用 不用动 完全都没有动 我这边完全都没有改 对不对 只有做缩牌而已 好 那做完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来试试看了 我把它中段点放这边 所以基本上 批次筛选业务 是站在那个 单次筛选的基础上 只是差别是 外面在包一个批次新增工作表而已 OK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了解 这个部分 那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 它会先扣那个 批次筛选 批次删除 先把它删掉 所以扣 先跟我把它全部删掉 全部删完 删完之后呢 再来一样嘛 这个就是刚刚新增 然后先抓到第一个 菜头 OK 游标放在什么呢 B1 这个地方B1指的是 这个总表里面的B1 然后呢 筛选 有没有 然后 因为我有一个条件是 那个菜头 就把菜头 查地几栏呢 查地三栏 这个应该不陌生吧 上个礼拜才讲过 OK 有没有印象 所以回去 这个一定要 反复练习 那很花时间 非常花时间 你要把这东西 学到能够真的应用 恐怕没有花一点时间 还真的有点难度 但是你如果会运用 还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实际上 我们就是直接拿 以事用 来当资料库使用 资料库里面 以前可能你要下 SQL运法的 这边不用 直接用 就是那个筛选功能 自动帮我筛出什么 菜头 对不对 然后游标放A1 坛逐游向右向下 复制 新增一个工作表 重新命名叫菜头 然后把它 游标放上去贴上 栏宽自动调整 切到A1 这个比较 就是取消 取消那个选取 然后呢 再怎么样呢 切回到 第一个工 这个须子一指的 就是这个啦 第一个 然后呢 取消筛选 游标放在A1 好 NAS NAS指的是下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下一个是谁 下一个 之前是Input Box 再输入小咪 可是现在不用啦 为什么 因为你就从清单里面 抓第二个 就小咪嘛 然后呢 就是在查 所以基本上呢 第二个查出来呢 小咪就产生了 贴过去 所以呢 这换下一个 意思类推啦 反正都做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呢 全部查完之后 你会发现 他每个人的资料呢 全部通通放在 他应该放的位置里面 应该可以理解吧 并没有太复杂 所以我们之前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东西啦 那今天的东西只是说呢 我把那个这个里面的东西 把它贴到这中间这一块 OK 那另外呢 我外面有包一个 叫Screen Updating 这个Screen Updating 其实我不知道前面 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你像这个地方 为什么包一个Screen Updating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Screen Updating 假设你没有加这个 跟有加这个的效果差在哪里 我先再做一次 油标先放这边好了 不要保险 你有没有发现 画面怎么样 在闪动 对不对 就会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这个闪来闪去 感觉好像有点像那个日光灯坏掉 看起来其实不会很那个 但是就是不舒服 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 闪动的这个效果关掉的话 很简单 就是在什么呢 在开头的地方 那一样用什么呢 Application 所以你会把这个Application点什么呢 那个东西叫Screen Updating 所以你就把Screen Updating 等于False 意思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画面更新先关掉一下 OK 那这个时候它就不会一直闪了 什么时候打开 等到最后呢 全部都跑完了 记得要把它打开 因为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以后画面需要更新的地方 变成它不更新 不更新感觉怪怪的 奇怪画面不是应该要动一下 结果它就不要动了 所以特别主要Screen Updating 这个跟刚刚那个 我们删除这个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你会发现 Application 它还管得还蛮大的 有没有 它管很多 那里面还有哪一些 还有这么多 Application里面的属性 如果有同学有兴趣的话 其实自己再慢慢看看 那不见每个都用得上 不过 不然的话你就是 在里面相关的东西 它里面有相关说明 IF1前面讲过 你可以去查到 Displace Learn 其实这样打 OK 等于False 这样就OK了 好 那Screen Updating 这样子加上去之后的话 差别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按下去 完全不会乱闪的 有没有 那这个其实 尤其用在 你要新增大量的工作表的时候 尤其好用 因为你一直新增工作表 使用者会觉得很花啦 因为它一直闪一直闪 那因为我们现在电脑 像这台电脑实在是速度非常快 所以感觉没有那么严重 那如果你是用比较旧的电脑的话 因为它的跑没有那么快 所以它是闪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太快 所以就没办法有那么那么明显 不过当然它顶多是 稍微底下那边动一下而已 然后画面其实没有 没有很严重的画面更新 所以特别是 批示筛选业务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其实我根本没有 这个这个写了太多 其实也是把之前的东西拿来用而已 所以基本上延伸一下 那另外当然除了可以批示筛选业务之外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批示筛选产业别 产品客户名称 其实可以啊很简单嘛 怎么做 其实根本就不太需要做太多事啊 一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贴到清单里面 做什么移除重复嘛 不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怎么样 把刚刚的程式拿来改一下不就好了 对不对 应该知道改哪些吧 反正以后很多其实VBA 只要你有个头绪做出来 后面都差不多照抄就好了 但是你要懂得要改哪些地方 因为很多时候 即便把程式给各位了 还是有些人改不出来 还是会有一些盲点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放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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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